美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 美国上风曾多次进行罪恶的间谍活动 去年11月击落第一架时 美国国防部在当时慌忙出来否认 现在方政拒在 罪责难逃 美国强盗是抵赖不了的 人民解放军 已经连续击落了四架 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了 不管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型号的飞机 是有人驾驶还是无人驾驶 是白天来还是夜里来 是高空来还是低空来 是奴才出马还是主子出马 都统统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 辽宁省安山市红旗拖拉机制造厂 开始生产一种大型的拖拉机 这个厂的职工 在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鼓舞下 克服了技术和设备的种种困难 终于达到了能够成绩生产 这种拖拉机的水平 红旗牌拖拉机有80匹马力 它的用途很广 适合油田、矿山、建筑工地和国营农场使用 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已经初步研究成功了一套 我国南方水田使用的机械化农具 用这种新式电泥 每天可以离地30多亩 水稻插秧机 每天可插12亩秧苗 提高效率3至5倍 插一亩地的油费 只要一两毛钱 远程喷雾机 远程喷雾机 是一种用药省 效率高的防止水稻 鸣虫的好工具 每小时可喷17亩 每亩的油绕消耗 才合三四分钱 研究所还试制成功了一批 适合水汉田两用的新农具 这种拖拉机牵引的旋转耕地机 可以一次完成耕翻 碎土 平沟 做齐的工作 爆卖收割机 每小时能割两亩到三亩 浙江省新昌县南明机械厂 是个只有50名职工的小厂 小厂制气坝 在支援山区生产中 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他们就是在设备简陋的条件下 为我国试制成功了第一批 不用电 不用油 也不用燃料 就可以把水送到山上去的 水垂泵提水工具 水垂泵 只要有少量的水流 通过泵内的水垂压力 就可以自动地把水送到几十米 甚至一百多米的高山上去 灌溉农田 水垂泵的试制成功 为支援山区农业生产 创造了有力条件 巴基斯坦民间舞蹈团 3月24日 在北京首次演出了 具有民族色彩的巴基斯坦的歌舞 带来巴基斯坦人民的友谊 在北京首次演出了 中文字幕志坦人民的友谊 中文字幕志坦人民的友谊 演出结束后 人大常委会 曾真副委员长 注赦巴基斯坦艺术家 演出成功 中文字幕志坦人民的友谊 中文字幕志坦人民的友谊 中文字幕志坦人民的友谊